禅话禅话,九十一至一百则,九十一,一切皆禅。有一位云水僧,听人传说,无相禅师禅道高妙,想和其辩论禅法,适逢禅师外出,适者沙迷出来接待,道,禅师不在,有事我可以代劳。 云水僧道,你年纪太小不行,适者沙迷道,年龄虽小,智能不小窝,云水僧一听,觉得还不错,使用手指比了个小圈圈,向前一指。 适者摊开双手,划了个大圆圈,云水僧伸出一根指头,适者伸出五根指头,云水僧再伸出三根手指,适者用手在眼睛上比了一下。 云水僧,成皇城孔帝,跪了下来,顶礼三拜,掉头就走,云水僧心里想,我用手比了个小圈圈,向前一指,是想问他,你胸量有多大。 他摊开双手,划了个大圈,说有大海那么大,我又伸出一指,问他自身如何,他伸出五指说,受持五戒。 我在身出三指,问他三戒如何,他直指眼睛说,三戒就在眼里,一个侍者尚且这么高明,不知无相禅师的修行有多深,想想还是走为上策。 后来,无相禅师回来,试者就报告了上述的经过,道,报告师傅,不知为什么,那位云水僧,知道我俗家是卖饼的,他用手比个小圈圈说,你家的饼纸这么一点大。 我急摊开双手说,有这么大呢?他伸出一指说,一个一文钱吗?我伸出五指说,五文钱才能买一个。 他又伸出三指说,三文钱可以吗?我想太没良心了,便比了眼睛,怪他不认识或,不想,他却吓得逃走了。 无相禅师听后,说道,一切皆法也,一切皆禅也,试者,你会骂,试者茫然,不知为对。 佛法讲究机缘,禅,就是机缘,你懂得,无时不禅,无处不禅,无人不禅,无事不禅,不懂,即使说得天花乱坠,也与禅无关。 禅师中有赵州查,运门禅之说,死皆禅也,俗语云,想者无心,听者有意,故无相禅师曰,一切皆法也,一切皆禅也。 九十二,戈尔救治,至顺禅师,唐代人,一向在外行脚参禅,有一天,在山上临下打坐,忽见一个猎人,打中一只野鸡,野鸡受伤逃到禅师座前。 禅师以衣袖掩护着,这只虎口逃生的小生命,不一会,猎人跑来向禅师所逃野鸡,请将我射中的野鸡还给我。 禅师带着耐性,无限慈悲递开导着猎人,他也是一条生命,放过他吧,你要知道,那只野鸡可以当我的一盘菜里。 猎人一直和禅师纠缠,禅师无法,立刻拿起行脚时仿身的戒刀,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,送给贪婪的猎人。 并且说道,这两只耳朵,够不够抵你的野鸡,你可以拿去做一盘菜了,猎人大惊,终于觉悟到,打猎杀生,乃最残忍之事。 为了救护生灵,不惜割舍自己的身体,这种,但为众生得离苦,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德性,正是禅师慈悲的具体表现。 禅者,不是逃避社会,远离人群,禅者的积极舍己救人的例行,从至顺禅师的戈尔救治,可见一般已。 93,一语二 在中国佛教史上,道教的道士,和佛教的出家法师,时常辩论,斗法。 有一个道士,向法印禅师说道,你们佛教,怎么样也比不上我们的道教,因佛教最高的境界是一心,是一成,是一真法界,一佛一如来,也是一。 而我们道教,想什么东西都是二,可以说,二胜过你们的一,比方乾坤,阴阳,这都是二,实在说,二要比你们一高明。 法印禅师听后,向师不解地问道,真的吗,你们的二,真能胜过一吗? 道士,只要你说一,我就能二,一定能胜过你们。 法印禅师,就敲起了一条腿来,慢慢地说道,我现在竖起了一条腿,你能把两条腿敲起来吗? 道士哑口无言了。 佛教史上记载,我国有三五一宗的教男,大都因为,道士极恨佛教所引起,西洋有耶稣教的新旧之争,印度有婆罗门教和回教之争。 佛教上和平,但仍难免有道教之不兼容,连一二都成为争论主题,如法印禅师之方便积辩,异禅之巧妙应用也。 九十四,诚实无期。 道凯禅师,宋人,得道后,大禅禅门宗峰,曾担任过静音寺,天宁寺等大寺的住持。 一日,皇上派遣使者,颁赠紫义加沙,以包扬他的圣德,并赐号定召禅师,禅师上表坚词不受。 皇上在另开封府的,李孝授亲王至禅师处,表达朝廷褒奖的美意,禅师仍不领受,因此触怒皇上,是交周官收押。 周官知道禅师仍后忠诚,当到达四中时,悄声问道,禅师身体虚弱,容貌憔悴,是否已经生病?禅师,没有。 周官,如果说是生病,则可免除为抗圣旨的惩罚,禅师,无病就无病,怎可为求免于惩罚而诈病呢? 周官无奈,遂将禅师诈颂自周,闻者皆流涕不已。 我们经常看到,禅者性格风趣活泼,但禅者的诚实固执,于道凯禅师行义见之,如明代莲池大师赞之曰。 荣吉而辞,人所难也,辞而至乏,受乏而不期,不曰难中之难呼,忠良传中,何得少此,路之以风世僧。 九十五,禅位 唐朝时,有一位懒赞禅师,隐居在湖南南越的一个山洞中,曾写了一首诗,表达他的心境。 事实悠悠,不如山丘,沃腾罗下,快食枕头,不朝天子,喜献王侯,生死无虑,更负何忧。 这首诗意,已说明他的洒脱生活,后来,这首诗传到唐德宗的耳中时,德宗很想见见这位禅师,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。 于是,就派大臣去迎请禅师,大臣拿了圣旨寻找到了严洞,正好瞧见禅师在洞里举吹,大臣便在洞口大声呼叫道。 圣旨驾道,赶快下跪接纸,洞口的懒赞禅师,却装聋作哑的毫不理睬。 大臣探头一瞧,只见禅师以牛粪生火,炉上烧的是地瓜,火欲烧欲赤,烟火鸟慢,整个洞里洞外黑雾缭绕,熏得禅师T4纵横。 示威看得忍不住叫道,喂,禅师,你的鼻涕流下来了,为何不擦一擦呢? 懒赞禅师头也不回地答道,我才没有闲空为俗人擦拭鼻涕呢? 懒赞禅师说后,随即夹起炙热的地瓜,就往嘴里送,并连声赞道,好吃,好吃。 大臣见状,惊奇得目瞪口呆,因为懒赞禅师,吃的是一块一块的石头,懒赞禅师吃时,顺手捡了两块地给大臣,并说道, 请趁热吃吧,三戒为心,万法为食,贫富贵贱贱,生鼠软硬,心田食海中,不要把他们分在两边。 大臣见禅师这些奇异举动,和说这些难懂的佛法,不敢回答,只好敢回朝廷,去时报告皇上,皇上德宗听了十分感叹地说道, 我有如此禅师,真是大家之福。 在出家人中,有人间比丘,也有独居比丘,人间比丘弘法立生,服务社会,独居比丘深山沿雪,清净秋道。 有些人间比丘是人在红尘,心在山林,有些独居比丘人在道场,心在世俗。 向懒赞禅师遇到皇帝的宠召,视如菊王的召魂,宝物的赏赐,看作拖累负担,实在已是一个,超越人间的圣僧了。 九十六,回向,有一个农夫,离请无相禅师,到家里来为他的王妻,诵经超度,佛事完毕以后,农夫问道,禅师,你认为我的太太,能从这次佛事中,得到多少利益呢? 无相禅师照实地说道,当然,佛法如此行普度,如日光变照,不只是你的太太可以得到利益,一切有情众生无不得已。 农夫不满意道,可是,我的太太是非常娇弱的,其他众生也许会占他便宜,把他的功德夺去,能否请您,只单单为他诵经超度就好,不要回向给其他的众生。 无相禅师凯探农夫的自私,但仍慈悲地开导道,回转自己的功德以去向他人,使每一众生均沾法意,是个很讨巧的羞耻法门。 回向,有回是向理,回因向果,回小向大的内容,就如一光不是照耀一人,一光可以照耀大众,就如天上太阳一个,万物皆蒙照耀。 一粒种子,可以生长万千果实,你应该用你发心,点燃的这一根蜡烛,去引人千千万万只的蜡烛,不仅光量增加百千万倍,本身的这只蜡烛,并不因而减少亮光。 如果人人都能,抱有如此观念,则我们微小的自身,常会因千千万万人的回向,而蒙受很多的功德,何乐而不畏呢,故我们佛教徒,应该平等看待一切众生。 农夫仍是顽固地说道,这个教义很好,但还是要请法师破个例,我有一位邻居老赵,他对我可说是欺我,害我,能把他除去,在一切有情众生之外,就好了。 无相禅师以严厉的口吻说道,寄约一切,何有除外,农夫茫然,若有所失。 人性之自私,计较,狭隘,于这位农夫身上,可以完全看出,只要自己快乐,自己所得所有,管他人的死活,树不知,别人都在受苦受难,自己一个人怎能独享。 如论世间,有事理两面,事相上有多少,有差别,但在道理上,则无多少无差别,一切平等,等于一灯照暗示,举世通明,何能只照一物,他物不能沾光。 懂得一切的人,才能拥有一切,舍弃一个,就是舍弃一切,舍弃一切,人生还拥有什么? 97. 新静国土静 有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,每天都从自家的花园里,采携鲜花到寺院供佛,一天,当他正送花到佛殿时,碰巧遇到无德禅师从法堂出来。 无德禅师非常欣喜地说道,你每天都这么虔诚地,来以香花供佛,依经典的记载,常以香花供佛者,来世,当得庄严相貌的福报。 信徒非常欢喜回答道,这是应该的,我每天来四里佛时,四觉心灵,就像洗涤过世的清凉。 但回到家中,心就烦乱了,我们一个家庭主妇,如何在凡宵的城市中,保持一颗清净纯洁的心呢? 无德禅师反问道,你已先花献佛,相信你对花草总有一些常识,我现在问你,你如何保持花朵的新鲜呢? 信徒答道,保持花朵新鲜的方法,莫过于每天换水,并且于换水时把花梗剪去一截,因花梗的一端,在水里容易腐烂,腐烂之后, 水分不易吸收,就容易凋谢。 无德禅师道,保持一颗清净纯洁的心,其道理也是一样,我们生活环境像瓶里的水,我们就是花。 唯有不停净化我们的身心,变化我们的气质,并且不断地忏悔,检讨,改进陋习,缺点,才能不断吸收到,大自然的食粮。 信徒听后,欢喜做礼感谢说道,谢谢禅师的开示,希望以后有机会亲近禅师,过一段寺院中禅者的生活,享受陈中木骨,菩提泛畅的宁静。 无德禅师道,你的呼吸便是饭场,脉搏跳动就是中骨,身体便是妙语,两耳就是菩提,无处不是宁静,又何必等机会到寺院中生活呢? 古德说,热闹场中做道场,宁静,只要自己心下望远,抛开杂念,那离不可宁静呢? 深山古寺,如果自己妄想不除,就算住在深山古寺,一样无法修持。 禅者重视当下,何必明天呢?参禅何须山水地,灭却心头火一凉,极此之未也。 98,贤淡有味。 由艺术家入佛的,弘一大师,把佛道修行,和艺术生活,集合起来,更建出他的人生境界。 有一天,名教育家,夏缅尊先生,前来拜访,吃饭时,只见他吃一道咸菜,夏先生不忍心地说,难道你不咸这咸菜太咸吗? 红衣大师回答说,咸有咸的味道,过一会,红衣大师吃好后,手里端着一杯开水。 夏先生又皱皱眉头道,没有茶叶吗?怎么每天都喝,这瓶淡的开水? 红衣大师又笑一笑说,开水虽淡,淡淡也有淡的味道。 红衣大师的,咸有咸的味道,淡有淡的味道,这是一句,多么富有佛法禅味的话啊。 红衣大师,把佛法应用在他的,日常生活中,他的人生,无处不适味道,一条毛巾用了三年,已经破了,他说还可以再用。 住在小旅馆里,臭虫爬来爬去,访客闲雾,他说只有几只而已,可说真正体会了,随遇而安的生活。 99.那就是禅。王田,是一个精于医术的医生,不过,仍有许多病人死去,因此,每天都惧怕死的阴影。 一次在出诊的路上,碰到一位云水僧,王田于是就请示道,什么叫禅? 云水僧回答道,我也不知如何告诉你,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的是,一旦会了禅之后,就不用怕死了。 于是在云水僧的指示下,王田前往参访南隐禅师。 王田医师,找到南隐禅师的住处,说明来意,并请求开示。 南隐禅师道,禅不难学,你既然身为一个医师,就应该好好对待你的病人,那就是禅。 王田医师,似懂非懂的,前后拜访了南隐禅师三次,南隐禅师总是对他说道,一位医生,不该把时间,每天消磨在寺院里,快回家照顾你的病患去。 王田医师,非常不解地想着,这种开示,怎能驱除怕死的心呢? 因此,当他第四次参访时,就抱怨道,有位云水僧告诉过我,人一旦学了禅就不怕死。 每次我到这里,你总是要我,照顾我的病患者,对于这一点我很明白,但假如这就是所谓的禅。 我以后,就不必再来向你请教了。 南隐禅师,微笑地拍着王田的肩膀说道,我对你太严格了,让我给你一个公案试试吧。 所谓公案,就是南隐禅师,要王田参照周吾的话头,王田苦参这无字公案,前后二年,当他将心境告诉南隐禅师时, 得到的答案是尚未济入禅境。 王田并不灰心地专心致志,又参究一年半,终于自觉心地成名,难题逐渐消失,无以成了真理。 他善待他的病人,而不知其为善待,他已脱离了生死挂虑。 最后,当他叩见南隐禅师时,禅师只对他微笑说了一句话,从忘我到无我,那就是禅心的显现了。 王田医师,经常接触老病死生之人,隐死,眼看他人死,若心急如火,不是伤他人,看看轮到我。 所以,对死亡就起了恐惧,南隐禅师要他,好好照顾病患者,就是参禅,因为一个人放弃责任,放弃爱心,怎能入禅呢? 极致到他,参透了无字的公案,从有心到无心,从有我到无我,从有生到无生,那就是无死的禅境了。 一百,真假妄语。 道光禅师,有一次问大猪惠海禅师道,禅师,您平常用功,适用何心修道? 大猪,老僧无心可用,无道可修。 道光,既然无心可用,无道可修,为什么每天,要聚众劝人参禅修道? 大猪,老僧我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,那有什么地方可以聚众? 道光,事实上,你每天聚众论道,难道这不是说法度众? 大猪,请你不要冤枉我,我连话都不会说,如何论道,我连一个人也没有看到,你怎可说我度众呢? 道光,禅师,您这可打妄语了。 大猪,老僧连舌头都没,有如何妄语? 道光,难道既是间,友情是间,你和我的存在,还有参禅说法的事实,都是假的吗? 大猪,都是真的。 道光,既是真的,你为什么都要否定呢? 大猪,假的,要否定,真的也要否定。 道光终于言下大悟。 说到真理,有时要从肯定上去认识的,但有时也可从否定上去认识的,如般若心经云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受想行识,亦复如是。 这就是从肯定中,认识人生和世间的,波若心经又云,无言耳鼻舌身意,无色声香味触法。 这就是,从否定中认识人生和世间的,大猪会海禅师,否定一切明具闻身,不是妄语,因为否定一切,才是肯定一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